然后我刚才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发现一个小问题 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个大脚车底盘 有两个小凹槽 正好可以经过这两条赛道之间的隔档 但是大家看中间这一块的隔档 它高出来了一小块 我们玩小车的时候 因为这是一个赛道连接处 所以说这块隔档高出来一点 可以有效防止这个小车飞出赛道 但是现在我们玩这个大脚车 就有点碍事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听到咣当一声 实际上就是那底盘跟这个赛道隔档的地方 给撞上了 可以再换一辆车试一次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大家留意听那个咣当那一声 这次虽然没翻车 但是撞击的声音也是挺大的 大家看我刚才已经测试过很多次了 所以说这个大脚车底盘上的银漆 都已经蹭上了 就给蹭黑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对这个赛道 进行一个小小的改造 把高出来这块隔档给它剪掉 你看把这块直接给它剪下去 OK我们大致是把这块高出来 这隔档都给剪下来了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看这效果是不是变好了 三二一 并没有 再来试一试美剪那边 三二一 改都差不多 你看这边 明显可以听到刮蹭的声音 这边呢 还是有一点 可以再往下剪一剪 我觉得 这回子就完全没有剩下了 剪完之后 这个断面有点惨 跟狗啃的一样 我们来打磨一下 OK稍微打磨一下 现在呢 这个剪切面就没有那么惨了 是吧 再来测试一下 OK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打磨之后的这一塞道 三二一 感觉非常的柔顺 然后是美剪这一侧的 三二一 翻车了 反正总体来说感觉没有刚才那个这么平稳吧 所以我们现在把另外一侧也给剪一下 OK OK 那么这次赛道呢 也已经准备完毕了 再来试一下 三二一 反正自我安慰 自我心里安慰 觉得比刚才跑的顺滑多了 就这样吧 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个赛道起跑限制 太矮了 然后我们大脚车轮子比较大 所以呢 这车基本上挡不住 挡不住 现在呢 大家看像是这个静止在这 拦在这 是吧 但是呢 如果我稍微碰一下 碰一下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赛道起跑线这 有点太矮了 平时拦我们这小车没问题 但是拦我们这大脚车呢 有点拦不住 直接就跑下去了 虽然说呢 我们这个起跑线并没有降下去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块再给加高一下 我自己剪了一块比较硬的塑料片 我们把这块小塑料片再剪碎一点 然后贴在这个起跑线前面 这样就可以挡住这个大脚车的车轮了 我们尽量保证 这两条塑道上 这塑料片的高度 这大小尺寸都是一样的 差不多了 把它贴在这个起跑线上 现在呢 我是把刚剪的这个小塑料片呢 通过这双面胶 粘在了我们之前的这个起跑线上 粘的还是挺结实 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 OK 是稳稳的停在了起跑线上 我们搭脚车 来 三二一 我刚才试了一下 如果只挡一侧车轮的话呢 这车身在停的时候永远是歪着的 我怕这个歪着的姿态呢 会影响它之后这个比赛是吧 所以呢 我最后还是把这个所有的车道呢 全都给加高了 把两个轮胎呢 全都挡住 全挡之后呢 车身终于正了 可以排出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是吧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新的起跑线 不管怎么晃这车都不会掉去了 三二一 几乎同时撞线 看来这次的比赛呢 会非常的激烈 好呢 就是我们终点线两条赛道之间的这个挡板呢 也要去掉 因为这是为这个小车准备的嘛 这赛道呢比较窄 然后我们这个大脚车呢 冲不过去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块塑料呢 也给它剪掉 这块塑料呢 比较薄啊 还是很容易就剪下来了 再来装上试一下 这高度还是有点问题 有点太矮了 我们这大脚车太高了 把上面这块也得给去掉 OK 上面这块也切掉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三二一 行了 基本上算是满足条件了吧 这海绵宝宝宝车卡住 也就卡住了 没办法 反正它车头部分 能够通过这个终点 能够把这个小盘呢 给砸过去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至此呢 我觉得我们这条赛道准备工作呢 就都已经进行完毕了 可以说呢 为了这次比赛 我们对这条赛道 进行了很多的破坏性的改造 是吧 下面呢 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比赛了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我打算作为一期 这个幕后花絮视频啊 发出来 所以当大家看到 这期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正式的大脚车比赛的视频呢 应该也已经发布了 没看的同学呢 可以点进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边 或者在这期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呢 找到那期正式比赛视频的链接 这也是我头一次 做这种互动视频啊 感觉挺新鲜的 也希望能够成功吧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投币点赞 收藏一键三连 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现场微博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